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妥瑞症的自然调法 什么叫做妥瑞症呢 妥瑞症他就是一个人 他有时候没有办法控制的 发出声音,他要做出动作 有的是声音动作一起来的 那么大家看这一个人 他老婆,三弟弟天老婆 好好的嘛,他哪有妥瑞症 没有啊,很好啊 可是你看他忽然间不由自主地摇头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一场老婆嘛 所以是先有一场老婆 才有一场动作 你看这边也是一样 你看啊,没有动作对不对 忽然间有一个动作 先有老婆才有动作 不是先有动作才有老婆 大家不要搞错 那么这个小朋友也是这样 他是很可怜的 他上课总是在动 动,动,动 你打他骂他都没有用 他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控制 你看这个地方没有一场老婆 我这边又有一场老婆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这个朋友的家长 你带他去看医生 你可能会很伤心 很绝望 医生告诉你说 嗯,这个病没有药医 原因不明 可能跟你父母亲的遗传有关 还有就是 嗯,可能长大自然会好 不会好就好 不会好就不会好 有人到老也是这样 更麻烦的是说 他会告诉你说 有可能有三分之一 会变成成人的精神病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很恐怖 所以很多父母伤心意绝 事实上 我自己做的大概有 搞了好几百个吧 做了治疗几百个 Tourism 大概百分之九 都好起来 其实它是有办法治疗的 它就是有肠肉 肺肉 脑肉 你看像这个小朋友 那么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跟他抽血就知道 你看这个 蛋过敏 这个正常是这样嘛 像这个猪肉 他可以吃到 这个蛋 哇,重度 这个起司重度 这个蛋黄不能吃 还有就是 黄豆 米饭还可以吃 小麦啊,黄豆啊 这些不能吃 那吃了这个牛奶蛋 小麦黄豆 这些主食以后呢 这个正常人 这个蛋白质 大的不会跑过来 氨基酸才会 跑到血液里面 才会吸收 可是因为他们有肠肉 就是过敏也跑过来了 跑过来跑到哪里呢 就跑到脑部去了 跑到脑部去 跑到脑部去 攻击脑细胞 那还得了啊 攻击脑细胞 刚好就跑到这里 我们叫Voluntory Motor Function 因为我们每一个脑业 都管不同的组织嘛 那么这里是关 专门管我们的这个随意机的 这个随意机 咳嗽啊 发声音啊 眨眼啊 动作啊 所以 土力真的很多 看你哪里过敏 这样 那么过敏也跑到脑部去 这个脑细胞里面的这个防律机制打起来 像我们这个脑 这个脑里面啊 这个脑细胞受到攻击就放电了 它的电波就是我们就告别他 救命啊 救命啊 再喊救命 那么就这个就是我们政策号的救命脑波嘛 所以说在我们的观点里面啊 我们做自然医学 事实上你说土睿症治不好没药可医 我觉得好奇怪哦 怎么会这样讲呢 是一定百分之九十九都会好 像这个小朋友啊 他两个礼拜就好起来 你觉得不可思议吗 其实好 为什么会好呢 因为我们给他修补肠肉肺肉脑肉的这个原料 就是Omega369 避开过敏炎 是这样 最重要 这个脑细胞修补好 本来有肉的 修补成没有肉了 就好像你把家里的这个门啊 铁窗啊 装了小拖进不来一样 你看这个人也是这样 他是一个声音跟动作混合型 他就发声音 他一直在狂叫的时候 晚上都会狂叫 你看他的老婆也是这样 很异常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这一个患者 我们就是请他去那个 一个民间的保健馆 去体验习个亲戚 你看习完亲戚 这个2014年5月10号 12点 2014年5月10号 2点 一个小时就消掉了 这个是他第一次来的 你看他这个异常老婆很多 对不对 有声音 第二次呢 好多了 第三次呢 就几乎没有异常老婆了 那像这个小朋友也是一样 一直动 很动 你看很多异常老婆 他一直问妈妈 我这样会不会死掉啊 你看他过几个月就这样 异常老婆就几乎多少了 再来更少了 再来更少了 一边做了四五次 都很正常 他这个刚才动了之后会有一点点硬 那个不是异常老婆 像这个也是这样 他一直脖子很痛啊 脖子摇到很痛 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药可治 可是你看 很快就好起来了 大概 脱锐症 我认为说我们这个疗法 以后会变成世界的主流疗法 所以我觉得 脱锐症就是一个蛮简单治疗的 后天性的疾病 它绝对不是先天的 就是脑续胞过敏而已 请大家放心 不用难过 大家好 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今天在这里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脱锐症 有些地方叫 抽动症的自然疗法 所谓脱锐症 它是一种在 儿童小孩 常发生的神经疾病 脑神经疾病 脱锐症 也叫做 抽动症 它的典型的一个 表现就是 Ticks Ticks 它可以是声音的 也可以是动作的 那么脱锐症 这个名称呢 就是由脱锐 这个人 最先提出报告 根据症 根据症状呢 可以分为声音 动作跟两者 混合型的 Ticks 所谓动作型的 Ticks 就是一种 突然的 短暂的 没有特殊意义的 不由自主的 用意志力 也没有办法阻止的动作 好像 眨眼啊 装鬼脸啊 耸肩 伸舌头 挥舞上肢 下肢 乱动 抽 抽动 鼻子 摇头 放脑 紧缩 对 露皮 手指一动 跺脚 整个人 上上下下 跳个不停 严重的呢 甚至不停的扭动 四肢跟器杆 导致没有办法 正常上学 进食 如厕 至于声音型的Ticks呢 就好像是 青喉咙啊 咳嗽 吐口水 发出尖叫声 发出狗叫声 以及其他种种声音 也有骂出口 骂人 或者听到 鸟 狗 猫 等等动作以后呢 就会随着 学习改变 叫声 这个是一个 动作型的Ticks 它本来是好好的 大家看 这个3D立体脑波 并没有异常脑波 可是呢 忽然间 出现了这个异常脑波 它就 左右晃动 那么中间停了一下 因为没有异常脑波 然后又有异常脑波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这个动作型的土瑞症 大家看看刚才他摇晃了一下 这个看这个头 摇晃一下 因为又往右边 因为这个右边 有一个异常脑波 左边有一个异常脑波 那么后来呢 他摇两边 因为两边都有一场脑波的发生 所以 要诊断 你看这边有异常脑波 所以要诊断 土瑞症 一定要做脑波 同时是做3D立体脑波 这个小朋友 他的异常脑波 非常的多 可是他不吵 不闹 个性也很好 只是在晃动而已 不会吵闹到人 像这种脑波都是异常的 那么也有一点是 这个是异常的 那么这个也是异常的 这个是正常的 当他脑波正常的时候 你看 他就没有 身体没有在动嘛 不是吗 可是呢 当这个异常脑波发生的时候 刚才身体就在动了 这个是一种 声音跟动作混合型的 他常常狂叫 看这个老婆这么异常 这个不是土瑞症 不要误会了 这个是舞蹈症 舞蹈症 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也不是 不是土瑞 他是巴金森 巴金森 以后有机会再来讨论 这个是 这个也不是土瑞 这个是癫症 他正在做检测的时候呢 忽然就出现异常脑波 所以 他就是 失去意识 你看 这个异常脑波 他休息了一下下 等下又发生第二次 发生第二次的癫症 你看 脑波又出来了 所以说 异常脑波 会引起很多很多的疾病 几乎所有的 神经 精神性疾病 都跟脑波的异常有关 我们来看看 这几种动作型的 脑神经疾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发作时清醒的是 土瑞症 巴金森之症 无导症 不过 有很多无导症初期呢 会被人误以为是土瑞症 这个要非常注意 还有发作时候 失去意识的是癫症 不管时间的长久 失去意识 我们就 称之为癫症 土瑞症 都是清醒的 对一个父母亲来讲 家里有一个 土瑞症的小孩子 是非常伤心痛苦 无奈 甚至感到绝望的 因为小孩子 本来好好的 怎么就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动作跟发出声音呢 不但有可能会被老师 点名 被同学排斥 甚至 如果发出声音 还会干扰到同学的学习 所以有人甚至把这个 带了一种灭婴口罩 被要求带灭婴口罩 不要吵到人 如果你把小孩子带到 去给医师看 医生可能会给你一些让你很失望的一个答案 他们可能会说 这个土瑞症 原因不明 可能跟家族有关 第二呢 发生了也没要好吃 可能最多开点B6啊 维他命给你 还有会告诉你说呢 这些土瑞症 它会好就好 不会好就不会好 没有方法可以治疗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会自己慢慢好 会消失 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会持续到老 都是土瑞症 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有时候发生 有时候不发生 若存若细 最后呢 演变成神经 精神疾病的比例 非常的高 这个土瑞症 我们这种叫做单纯的 没有其他的 叫做单纯的土瑞症 可是呢 也有很多的人是病发 注意力不集中啊 过动啊 强迫症啊 各种行为不良 如果集中起来呢 就会变成一种 可能有各种 这个精神神经异常的 这个疾病 小孩子的脑神经 精神疾病 尤其是土瑞过动等等 如果没有治疗好 很可能就会变成 成人的这个精神疾病 虽然并没有文献来统计过 说土瑞症 长大以后 有多少人会变成成人的精神疾病 不过我们感觉上 问了一些成人的 这个病史以后呢 发现他小时候 很多都有土瑞症 那我们做中道自然医学 就是不开药的医学 我们叫自然医学 我们对土瑞症的理解 又是怎么样呢 我个人根据我们 这个十多年来的 这个治疗土瑞症的经验 我认为土瑞症是一种 属于外胚层过敏的疾病 它跟皮肤过敏一样 是可以用自然疗法来治愈的 同时治愈力可以超过百分之九十九 什么叫做外胚层过敏性疾病呢 就是微微性皮肤炎啊 常见的 就是妥瑞啊 注意力不集中 过动 等等 那么这三种最常见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皮肤疹子发现 发作的非常严重者 小朋友 很少发现他们有精神神经疾病的 因为他们的毒都在皮肤发出来了嘛 像这个小朋友 情绪精神都非常的好 他治疗前治疗后是这样 也就是说皮肤的异味性皮肤炎 都可以非常简单的治疗好呢 不用任何药物 尤其是不用类固醇 可以治好 那么脑神经当然也是可以治好了 因为他们来自同样一个胚尘嘛 这是一个过敏的疾病 可是呢 他被医学中心当成是自体免疫疾病 治疗了三年都没有好 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跟他抽血检查 发现哇 原来他是牛奶蛋小麦黄豆花生都过敏 就是我们叫五灯酱 前面五种都不能吃 那么他就是我们验血抽血检查嘛 发现他有IgG抗体 他IgE是正常的哦 所以如果你有 因为IgE IgG大概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IgE正常不表示他不会过敏 因为他是IgG过敏嘛 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制造出IgG抗体啊 所以他是中度中度轻度 这个牛奶蛋 很多都是中度 那么他只能够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食物来吃 吃这些正常的东西 经过治疗后35天就变正常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自体免疫疾病 他是过敏 他的这个情绪也是非常的正常的 他服用了三年的 类固醇 硅宁MTS 免疫抑制剂 Cyclo spalling 我们让他停掉 用这种自然疗法 就35天就好起来了 什么叫做外胚尘呢 我们来看 人在胚胎发育的时候一些情况 这个是妈妈的子宫 卵巢 这个是卵巢 子宫 苏卵管 受精 在这边发生 这个是精子 这个是卵子 卵子 精子 碰到了 其中有一只精子 就穿透了卵子 完成这个受精 得到冠军的精子 那么慢慢的就变成 这个胚胎 35天是这样 42天变成这样 这是在妈妈的子宫里面 在 几天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了这种 外中内胚尘 这个是胚胎 胚胎很小的时候就形成外中内胚尘 这个外胚尘呢 会凹下来 演变成外面是皮肤 里面是神经 我们来看这个 我示范的图 这个是外胚尘 外胚尘呢 这样凹下来 外面变成皮肤 里面呢 就变成神经管 以后就发展 发展成这个大脑小脑 中脑眼脑 脊椎神经 这个就是外胚尘 所以外胚尘凹下来 就变成 这个 神经 所以说 一个人 如果他的病 他的没有发在皮肤 就发在神经 所以有很多 这个 皮肤过敏很严重的 反而脑神经没有怎么样 大部分 妥瑞症的小朋友 过敏的状况 都不是很严重 我们来看看一下 肠肉 脑肉 Liquid gut syndrome 跟Liquid brain 是怎么一回事呢 像这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妥瑞症 妥瑞症 我们帮他抽血检查 发现他是牛奶蛋 小麦黄豆花生 很多过敏 腰果 全部都过敏 那么 我们 一个人 如果这些东西过敏呢 可能会发生在很多地方 这个是肠味道 小肠 里面有很多的黏膜 绒毛 这个小肠里面呢 这个是大的是食物里面的蛋白质 蛋白质一定要变成氨基酸 才能够跑到我们身体里面 才能够跑到身体里面 这个是蛋白质要变成氨基酸 如果我们身体有肠肉了 比方说脂肪吃不够啦 抗生素吃太多啦 类构醇吃太多啦 这个细胞膜被破坏了 破坏以后呢 就会产生肠肉 过敏就会跑过来 正常是这样 这个是正常的肠肉 这个不正常的话呢 过敏就跑过来了 跑过来以后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对它产生一种 对抗的行为 甚至产生的抗体 把这个抗体呢 配戴在这个Mask Cell肥大细胞上面 就引发了战争 这个前面的是第一型反应 现在这个叫第三型免疫反应 有这种两种免疫反应呢 就是我们对抗外面的这个 过敏炎的战争 这个是血管 血管里面有红血球 过敏炎跑过来以后呢 白血球就追过来了 就好像你家里来了坏人 你跟坏人打了起来 在客厅打 客厅就打坏了 在电脑室打 电脑就打坏了 所以呢 像这一个人 他如果是过敏的话 吃了不该 他也是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东西 然后过敏炎就跑到 他这个脚部 产生了这个异味性皮肤炎 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 是长水泡 我们叫做汗泡疹 汗泡疹也是过敏的一种 经过我们的治疗呢 半年多就变正常了 非常非常的正常 本来是一直流血 一直痒 这个是脑漏 过敏炎透过血脑障壁跑过来 跑呢 跑到脑里面 跑到脑里面呢 这个 我们的免疫细胞也就进来了 再开始产生一个战争 这个我们叫做巨石细胞 我们的脑神经被受到破坏 过敏炎 在里面 发生这个战争 跟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个是我们的 巨石细胞 我们叫 Macrofetch 它就好像我们的军队一样 军队是不会跑到 总统府里面去的 可是呢 今天过敏炎 跑到脑里面 就好像是坏人 跑到总统府里面 这个 震暴部队呢 军队也跑到总统府里面去了 跟这个坏人打起来 冰冰棒棒的打起来 这个榴弹呢 就把这些 正常的脑细胞都搞受伤了 甚至有些脑细胞会萎缩 会死亡的 这个脑细胞也有可能死亡的 好 那么 刚好 妥瑞症的小朋友呢 他们都是 跑到这里 我们讲 Voluntory Motor Function 就是 管 我们的脑的 那个 随意机的脑 管 身体的这个随意机的脑 这里的脑细胞呢 受伤 受伤以后呢 脑细胞就喊救命救命救命 我们讲脑细胞在养了 这个脑细胞在喊救命 放出这个高频的救命脑波 13hz以上的 这个脑波呢 放出来 刚好就是在这边放出来的 在这边放出来的 它就是眨眼 这边放出来就吐舌头 这边放出来就声音 在这里管 这个手脚的 就手脚在抖动 这样 所以有些人 手脚抖动 也眨眼 也伸舌头 也有发出声音 就是整个脑都在发炎嘛 这样知道吗 好 所以说像这个小朋友 他本来一直在眨眼 眨眼的 眨眼的 那么 经过我们的治疗呢 就是阻断那些 牛奶蛋啊 小麦啊 黄豆过敏盐 然后给他吃一些 修补脑神经用的这个原料 他这个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好起来了 就不再 人就不再有异常的动作 这个也是一个 土瑞胜 不过他是生乙型的 发出声音 他经常在狂叫 发出有很异常的脑婆 在狂叫 你看这个脑婆非常强 这个脑婆很异常 那么 我们就给他做脑婆的时候呢 发现他 没有看到 一小片好的脑婆 几乎全部都是异常的 后来我们请他到附近的一个保健馆 去体验一种水电解清氧器来吸入 吸入以后呢 经过一个小时再回到诊所来检测 我们发现他5月10号12点 5月10号2点 前后的脑婆完全不一样 他的这个症状呢 也都消失了 在一个小时之后就消失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把他脑里面的 酸跟GFG排掉的结果 他第二次来呢 就是这样 我们看他的这个 过这个 异常脑婆少很多了 也不再发出声音了 不再发出声音 那么第三次呢 几个月后就完全正常了 就不再发出声音了 我们的一个治疗原则 就是要提供 我们的身体 一种细胞的原料 让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呢 有能力可以恢复 自我疗医能力 不是用药物 是用一种恢复自我的 免疫能力的方式来去治疗 所以我们只要有提供 良好的细胞原料 脑神经是可以自己修复的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们提供的呢 主要就是必须脂肪酸 Omega369 让这个失衡的这个 身体免疫系统恢复平衡 因为这个细胞 细胞膜的这个表面 表皮都是两层 都是脂肪酸构成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脑神经是怎么样的修复呢 我们的人脑 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 每一个神经细胞都会放电 放电的总和呢 测量出来就是脑波 这个脑神经细胞 如果缺氧脑神经细胞 三分钟后就死掉了 人也就死亡了 那如果是缺油脂的话 或者是细胞自由基 过多 过酸 脑神经细胞也会萎缩 没有办法修复 这个是我们的脑神经细胞 脑神经细胞是1500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 脑细胞有60%是油脂构成的 尤其是这个脑神经细胞负责传导的 有九成这个垂窍 如果我们的油脂吃不够的话呢 就会神经传导异常 神经传导异常 我们正常传导是这样 如果神经细胞膜破损 如果没有原料可以修补的话呢 就会产生疤痕 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神经疾病的一个成因 这个是马达线迁 这个是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也是一条一条的 里面有很多神经 这个是我们的人的脑 脑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自己不会吃东西 它都是靠这个心状细胞 一个手一个嘴巴一个吸盘 吸在这个血管上面 由血管吸起这个营养 这个心状细胞 附在血管上面 嘴巴开口的地方 我们叫做血脑脏壁 这个血脑脏壁很重要 如果破掉以后呢 过敏炎就会由这边跑过来 那么我们这个神经细胞 它就是靠这个心状细胞喂养它的 心状细胞嘴巴开口的地方呢 我们叫做血脑脏壁 这个过敏炎可以由这边跑进来 如果破坏的话 营养也会由这边跑进来 我们脑神经里面呢 还有一种细胞叫做寡突细胞 它是专门负责修补神经的 就好像我们请来的水电这样 帮忙我们修理破坏的这个被破坏的一些设施 这个是维胞细胞它是一个清洁工 它会帮我们清扫脑神经 神经系统里面的一些脏东西 然后把它排到这个淋巴啦这个静脑里面 所以让我们的神经这个本来有肠肉肺肉脑肉的 修补成用好的颜料修补成没有没有漏了 所以呢我们治疗妥瑞的这个成效呢 效果可以达到99% 不过首先要排除掉是不是有基因切损或者先天性脑伤 比方说 比方说 杭定顿五岛症或者是这个脑性麻痹等等 它不是妥瑞症 所以不能说它是妥瑞症 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可以治疗成功呢 因为第一点我们阻断脑神经受到这个过敏炎的攻击 就好像你把这个家里门修好让坏人进不来 这样的意思 还有就是修补肠肺脑肉提供完整的细胞原料 还有用必须脂肪酸修补已经受损的脑神经细胞 那么有一些小朋友很喜欢吃糖 其实甜食葡萄糖果糖 它是妥瑞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发原因 所以尽量要少吃糖 还有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做生酮饮食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排掉脑细胞里面的酸跟自由基 脑细胞到底有没有酸呢 有没有自由基呢 验尿就知道 看你尿里面如果没有酸 就表示你脑细胞酸中毒了 尿的酸减值应该是要5的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 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像这一位小朋友 他也是很严重的妥罪症 他这个11月29号到诊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他的尿是7 表示他的这个尿正常是应该5 他是7 结果他去外面的一个保健馆 体验这个勤回来以后呢 他的尿就变成5.5 就表示酸排出来了 尿里面出现酸了嘛 脑细胞就不再酸了 他自由基也是一样 本来尿里面没有自由基的 就好像垃圾桶没有垃圾 哇 突然间脑里面的垃圾 都跑到这个垃圾桶里面来了 所以呢 他的这个妥罪症的症状呢 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消失了 有些人以为 妥罪症是遗传性疾病 其实我们只能说 他跟父母的体质有关 他不是一种基因遗传 因为我们发现 如果父母有来的话 有来一起来看诊的话 我们会发现 父亲或者母亲一方 大概有一半的人 小朋友 他们的父母亲都有垃圾症 不管是现在还是小时候 还有就是发现说 小孩如果爸爸有妥瑞症 小孩子长得很像爸爸的 那么妥瑞症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 这样 妈妈也一样 还有就是说 他不见得是遗传 跟体质 跟家庭饮食方式很有关 还有父母亲都很喜欢吃甜食的 妥瑞症的发生比例好像比较高 还有就是必须脂肪酸缺乏 因为有很多的父母亲 都是认为要健康就是要少糖少油少盐 少糖当然对了 可是油脂不吃就会百病重生了 所以我们是用油脂好油来治病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妥瑞症 它是后天的因素极多 它不是先天的疾病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先天后天 这个是脑胚胎的一个发育的时程 25天的时候脑是这样 胚胎是这样 9个月的时候就成熟了 这个是在子宫里面发生的疾病 我们叫先天疾病 减断期待以后发生的疾病 我们叫做后天性疾病 脱胎症我们是把它列为后天的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治疗的疾病 如果没有治好 很多会变成成人的精神疾病 甚至脱胎症没有治好 也有可能会蔓延出去 变成其他部位的脑细胞过敏 变成强迫症 过动 注意力不集中 情绪控制不良 甚至允许这个 所有综合性的结果 就会变成一种精神疾病的异常 甚至照大人 前面讲过也会有可能 变成大人精神疾病 神经疾病的比例比较高 我们也碰到一些叫做顽固性妥瑞症 什么叫顽固性妥瑞症呢 我的定义就是说 如果我们阻隔过敏炎 修补肠肉肺肉脑肉 还有把自由基都跟酸都排掉 如果还没有效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列为这个顽固性妥瑞症 顽固性妥瑞症 那么在你讲到顽固性妥瑞症之前呢 你要先做一些基因检测 看它是不是有基因的缺损 或者是它是先天性的脑伤 比方说出生的时候脑受伤了 缺氧啊等等 我们叫脑性麻痹 那个不是妥瑞症 要搞清楚这样 还有很可能这些小孩子 他对葡萄糖的反应过大 就是要进食甜食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看看 叫尖先性的断糖饮食 就是完全不吃葡萄糖 还有就是要用这个甜菊 取代蔗糖果糖 如果小孩子他非吃糖不可 那么你就是用甜菊嘛 那因为甜菊它是一种全世界 用的最广的一个代糖 它没有致癌作用 它也没有任何副作用 它是甜菊这个植物里面 吹起出来的一个 一个结晶粉末 它的甜度呢 有蔗糖的三百分之一 对不起 它的甜度有蔗糖的三百倍 它的热量是蔗糖的三百倍 一百分之一 所以他可以起带 起带这个糖 还有就是要强力排除 细胞里面的 这个酸跟自由基 我们来看看 这个 什么叫做葡萄糖 使用过量呢 这个健康的人做 脑部的正子扫描的时候 它脑细胞是这样的 所谓正子扫描 就是注射葡萄糖同位素进去 这个葡萄糖同位素就摄取很多 这个就正常 它摄取的很少 那么这个是叫做潜在异常 发病的人 比方说妥碎 过冻 癫痫 躁症 精神分裂等等 它们都有呈现这个 葡萄糖摄取过量的一种 一种PET 可是做这一个 会吃到一些肤色腺 我们不大建议人去做 用想象的就知道了 所以 凡是癫痫 像这些过度放电的 几乎都跟葡萄糖有关 所以 一个人 他如果过量摄取葡萄糖的时候 尤其是妥瑞症 你先试试看 不要给他吃甜食 他可能就和缓下来很多 那么不吃甜食 能量怎么办呢 能量就是来自好油 这个好油 它经过肝脏 可以分解成铜 这个铜很大 它要分解成四个碳的铜 葡萄糖是六碳糖 它可以轻易的进入细胞里面 我们的细胞对于这个 很大分子的 超过十个分子的这个 脂肪酸啊 或者这个糖类 它没有办法利用 要把它切成 铜 所以叫生铜饮食 好 那这个就是 讲长糖生铜 低糖生铜 断糖生铜 如果是急重性的 怎么都吃都吃不好的 就要试试看 这个断糖生铜 那一般人 只要减低糖的摄取量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 对这个 土瑞症的一个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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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